项游心生 那其实项游心生 它背后的意义就是说 你的习惯 会一直累积 累积成个性 那你的好个性 就会变成好命运 对 这就是项游心生 那什么是习惯 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说 阿刷牙是一个习惯 早起是一个习惯 可是这把习惯想得太浅 因为其实真正的习惯是 你怎么面对自己的习惯 你习惯怎么生气 你习惯你一生气就甩门 尖叫 把别人抓起来摔 还是你习惯你一生气 你立刻一生气 你就去感觉自己是怎么了 问题出在哪里 对象是谁 怎么跟他好好的说 怎么好好把你的生气束缩出来 怎么样在适当的状况下 温和的生气 适当的状况下 你也敢剧烈的生气 对 你该温和的时候可以温和 你该拍桌子的时候 你也可以立刻拍下去 这其实也是一个习惯 对阿 你习惯怎么样面对生活每一天 你早上醒来觉得是快乐自信满足的 还是你早上醒来觉得是厌恶的 逃避的 无助的想要躲藏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习惯 而这些习惯其实就是我们EQ教育 想要去带每一个孩子去学跟去做事 让孩子习惯 他怎么用适当的方式 好的方式 对待自己 对待他身边的人 对待这整个世界 这个好习惯只要一养成 这些好习惯 就会决定他一个非常好的个性 这好个性不是说人家跟你说什么 你就都说好 都觉得不介意 而是可以说好的时候你说好 但不能说好的时候 你线也可以很清楚的画出来 这才叫做好个性 对 那这个好个性 你已经能舍能取 你能争 可是你也能忍 你怎么不会有好命运呢 那很多大人就会说 啊 这真的很重要 这很难 我们大人都做不到 小孩怎么有可能做到 那我来告诉你 大人真的很难做到 因为大人的改变要用哪子改 但是很抱歉 我们四千多个孩子 已经很清楚的证实 小孩就是比你更好做到 对 我们已经有无数无数个妈妈 或爸爸带着一种羡慕 一种忌妒 很复杂的情绪 又掺杂着一种骄傲 然后跟我说 老师我真的觉得好讨厌 为什么每个礼拜认真来上课的 明明辛苦的事我 他每天都只在这里玩 每天都高兴的要你 可是为什么 他就是可以轻易的做到 我已经很努力很努力的 我还发现我做不到的事 我就那种情绪很复杂 非常羡慕 非常忌妒 可是又很骄傲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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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